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新闻非常的特别 一个女抢匪打劫银行 但是舆论却支持她 几乎是一面倒的支持她 因为她在银行里面是抢回自己和台币40万元的存款 为什么不用提领而要抢劫呢 这个案子反映出黎巴嫩已经三年彻底崩毁的经济 限制存户提款 而这个女子所代表的是很多黎巴嫩人民的处境 因此她拿着玩具枪到银行抢劫 过程全面直播 警方逮捕前她接受电视台的访问说 这次她姐姐罹患癌症需要钱医治 苦求银行经历好多天 就是不让她领限额之外的钱 那么因此让她愤而泛行 拿回自己辛苦攒下的存款 斯巴嫩首都贝鲁特一家银行 14号大白天竟然有人直播抢劫 黑衣女子突然高举枪支 周围立刻爆出一阵尖叫 混乱中她的同伙们将大门绑上锁链 女子冲进旁边的经理办公室挟持人职 最后一伙人从柜台取出现金 但女子抢的不是其他人的钱 而是自己的存款 女子躲避警方捉拿之前 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 解释手上持有的是玩具枪 而她拿走的1.3万美金 约合台币40万元 是她在这间银行的存款 她为了姐姐的癌症医药费到银行领钱 但银行经理使出脱字绝 让她几乎崩溃 抢银行直播点燃了积压已久的名愿 2019年黎巴嫩经济崩毁 今年5月标出211%的通膨率 货币贬值将近9成 银行三年前开始禁止多数存户提领存款 让有80%的人活在贫穷线下的淋巴嫩 更是名不了身 愤怒的民众立刻包围贝鲁特多家银行 要求开放提款 甚至有人试图冲进银行 与警方爆发冲突 银行玻璃被砸出一个大洞 地上还留有血迹 辛苦赚了血汗钱存放在银行 却领不出来 民众发出绝望的怒吼 直接朝银行墙上喷气泄粉 其实这回女子抢银行 在黎巴嫩并非首例 上个月才有民众持枪挟持人职领钱 不过银行没有提告 嫌犯被捕后获释 许多银行员工不愿生活在恐惧中 干脆罢工不上班 ATM形同虚设 因为根本无法领钱 黎巴嫩一家电信公司 上周也宣布罢工 要求提高员工薪资 导致许多用户的网路停摆 民众得提着笔电到咖啡店工作 手机打电话也经常无法接通 罢工朝从民间机构 蔓延到公部门 黎巴嫩财务部大楼铁门紧闭 阶梯前堆了垃圾也没人清扫 这天是上班日 50岁的财政部员工查尔 却在家种花 他从6月就开始罢工 教育部大门前 急满焦急的家长 大家忍守一份申请文件 要帮孩子办留学 却因为教育部罢工 无人受理 办公室空荡荡 根据统计黎巴嫩公部门中 有58%的员工 已经离开工作岗位 或是由此打算 这让迫切需要复苏的国家经济 失去运转所需的强大后盾 这回上演抢银行直播事件 外界忧心将是混乱的开始 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求助的黎巴嫩 却因为无法达成改革要求 迟迟拿不到资金 让经济持续向下沉沦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